兩年前三名台灣出生的年輕人 策劃並且發起了626夜市 首度登場就已經逼滿了人潮打響名號 兩年多以來 626夜市的規模和舉辦次數也不斷增加 今年首度跨越了電話號碼 626開頭的San Gabriel Valley地區 在橙園開辦了夜市 如今更加擴張到洛杉磯市中心發起挑戰 今期的天下中環潭 即將就會邀請到626夜市的創辦人之一 王智銘來分享626夜市究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創辦人之一的王智銘在台灣出生 三歲移民到美國 對於626夜市曾經能夠成功進軍落沉基市中心 在斯台普斯中心球場擺攤設夜市 他表示 每次夜市除了有不少亞洲風味的小吃之外 美式的食物攤位也不少 同時安排了很多娛樂和文藝活動 希望能吸引更多的美國民眾參與 過去626夜市堅持在電話區號的626地區舉辦 如今逐漸拓展 雖然仍然沿用626夜市主辦的名稱 但王智銘自出 上次在橙園的活動十分成功 今次又順利搶入市中心區 未來有可能跨出南加州 朝北加州甚至美國其他地方推進 究竟626夜市的誕生 背後有著怎樣的精彩故事 請關注天雅維士月宇台 星期六晚7時15分的天雅中環潭